本澳17日開展重點區域核酸檢測計劃 早上9時已有不少人士辭意約馬到核檢站排隊輪候 當中有不少居居住在重點區域範圍內的居民 亦有乘坐相關巴士路線人士主動參與核檢 有到場市民不以為自己是重點核檢對象 亦有居住在重點區域範圍內的市民到場後 發現自己因為接種疫苗不足24小時 不可以進行檢測 今天過了24小時才可以再檢測核酸 我打算是很適合 今天比較晚或明天一會 但好像只有這樣 針對當局這次以重點核檢計劃 來取代以往的全民核檢 有市民認為安排合理 因為有些真的沒有出到來 或者有些老人家在家裡 完全沒有去街 如果你全民的話 他們又要比較麻煩 這次安排得很好 其實都不算突然 因為原本我預算了 可能會全民檢測一次 現在只是檢測核檢 或者公園地區 我覺得都合理的 但就算做全民合理 無所謂的 或者安全也都是這樣 其實如果做全民 我自己立場來說 全民就會好些 不過不要緊的 可能政府有專家分析 我覺得重點是首先做先的 我們都不知道政府之後會不會 下個禮拜又做 或者下個禮拜都會做 那不是肯定的 所以都是配合政府 今次計劃檢測對象 包括曾經在新美安大廈 金多利大廈等 鴻馬區周邊居住 工作或者活動人士 以及乘坐指定巴士路線的乘客 當局預計 約有五萬人 必須參與今次的重點核檢計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